好 晚安 我代表民政事務署 為大家介紹供應品、貨品及服務採購工作守則 在條例 工作守則及行政指引 都有提及法團的採購安排 在條例方面 簡單來說 是法例的規定 必須遵守 在工作守則方面 是由主管當局 即是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根據條例第44條 發出給予指導及指示 在行政指引方面 是作為最佳做法 建議相關 各方都要遵守 而今晚我們主要是集中介紹工作守則的指引 在工作守則 主要分開 供應品、貨品及服務採購工作守則 以及大廈管理及安全工作守則 在供應品、貨品及服務採購工作守則 主要是針對供應品、貨品及服務的取得 包括藉著招標城投及有關程序 亦是今日我們介紹的內容 另外 在大廈管理及安全工作守則方面 主要是說法團需遵守及依存的標準及常規 主要是包括建築物管理及建築物安全等等的事項 按整個採購流程 主要是劃分七個部份 包括行為守則、儀備招標書、邀請遞交標書的數目 收集及開啟標書、考慮及決定是否採納標書 另外 還有包括保存及查閱與招標程序相關的文件 最後就是簽訂合約的時間 接下來 會說行為守則對法團代理人或僱員的規定 在這方面 不可撒取接受執行職責大律利益 第二 按廉政公署發出的指引 以書面申報、執行職責帶來的實際及潛在利益衝突 另外 申請記錄在管委會會議記錄或成為招標文件的一部份 保存至少要六年 在開始而被招標審議投標文件或發覺可能有利益衝突時 就需要以書面申報實際、潛在或觀感上的利益衝突 另外 防止欠下有意投標者或投標者的人情 在行為守則亦對公契經理人或物業管理公司作出的規定 規定包括以書面形式告知管委會以下的利益關係 例如與管委會委員、法團顧問或專業服務提供的個人、業務或金錢利益或關係 或是管委會、法團將考慮的標書有個人、業務或金錢利益或關係 另外 單凡以表示標書牽涉其個人、業務或金錢利益 是不能參與有關標書的評審或商議的工作的 另外 申報的事項亦需要記錄在管委會會議記錄 或成為招標文件的一部份 至少亦要保存六年 另外 行為守則在管委會委員作出的規定包括 不可以向供應商、承辦商、撒取或接受與投標有關的利益 另外 以書面形式告知管委會以下有關的相關利益和關係 例如 與公契經理人、物業管理公司、法團顧問或專業提供者的個人、業務或金錢利益的關係 或許包括管委會法團也許 Omar Liffe說明 或許管委會意 Zap Fur,也需要記錄 CHEV gazelle 將其管委會構思 在儀備招標書主要的規定包括 不可以純粹為了避免遵守條例第20A條的規定 將一份價值較高的採購合約分拆出另一份合約 另外招標書副本亦需要將貼在建築物內的顯眼處 如果招標牽涉法定通知、命令、指示的強制性工程 在草擬招標書前或決意進行投票前 亦需要向業主提供相關資料 建議在設實好行的情況 在考慮採購的性質後 採取公開招標的形式 另外亦建議在招標文件中加入誠信和反圍標的條款 包括防止賄賂 例如不可以向貨品供應商或服務商去撒取或接受佣金或免費服務 第二就是申報利益 另外就是處理機密資料的時候 亦不能洩露使用法團在合約、隨後通訊或文件中提供的資料 在反圍標條款方面 包括通知投票結果前 投票者是不能向法團以外的人士傳達標價的資料 另外透過與其他人的安排調整任何標價 第三就是與其他人士就投票者是否應投票訂立任何的安排 最後就是在投票過程之中與任何其他人作一個串通 上述的一些條款可以參與廉政公署發出的樓宇管理實務指南 裡面亦有詳細交代相關的一些內容 在邀請遞交標書的數目 方面按條例第20A條款 說副表7的第5段 如果需要進行招標 邀請遞交的標書最少需要達到以下的數目 多過1萬但少過20萬的合約 最少需要邀請遞交三份的標書 或者超過20萬元的合約 最少也要邀請遞交五份的標書 如果有效的標書數目是少過我剛才所說的一些規定 管理會是需要通過議決是否接納投標的結果 在收集和開啟標書方面有以下的規定 採購一般的規定方面 標書是必須以書面的形式和密封形式進行的 亦需要放在專位裝載標書而設的堅固投標箱 一些投標箱亦需要雙重上鎖 鎖匙是需要由主席、秘書、師傅分開的保管 標書是需要最少三名管委會委員在場見證下同時開啟 並且要簽署和註明日期 如果上面規定是難以切實去執行的話 經法團業主大會通過的議決 亦可以接受人手遞交標書 或者寄去法團註冊的辦事處 經決意通過之特定地點的標書 但必須要妥為應收和穩妥地保管 如果大廈是透過市建局參加樓宇復修的計劃 例如樓宇復修綜合支援計劃 樓宇更新行動2.0 消防安全改善工程支助計劃 或者招標託樓宇復修促進服務 便需要遵從特定服務或計劃 所採用收集和開啟標書的相關規定 在考慮和決定是否採納標書 主要規定的包括 如果採購的價值不超過法團每年預算的20% 標書是可以在管委會會議上決定是否採納的 如果可以供選擇的方案超過2個 而沒有方案在第一輪投票取得過半數的話 法團亦可以考慮逐步淘汰的方法 在每輪淘汰最少票的一些方案 又或者初步欣選第一輪後初步欣選兩個方案 又或者進行第二輪投票 是確認第一輪票最多的方案 最後建議通過顧問或工程合約後 是要與書面通知所有投票者、業主和住戶的結果 在保存和查閱與招標程序相關的文件 以及簽訂合約的時間 有以下的主要規定 管委會需要讓主管當局、租客代表、業主、註冊成壓人 或者由業主或註冊成壓人 以書面方式授權的人士查閱招標相關的文件 在收取合理的費用後提供有關文件的副本 而相關招標的文件需要再有足夠的資料 是以便讓查閱的人士可以計算法團財務的負擔 在簽訂合約的時間方面 如果投標價值是大於法團每年預算的20% 法團應視乎個案的情況 考慮在業主大會通過議決後至少幾個月 才與供應商或承辦商簽訂合約 最後我們建議大家可以制定適當程序的核對清單 包括將條例、工作守則的要求 和行政指引的最佳做法 合併成適當程序核對清單 如果未有遵從清單指引內容的任何項目 也建議管委會主席和經理人 應該作出解釋 以確保透明度和問責制 同時也鼓勵管委會主席和經理人 採用純粹的清單 今天民政署在供應品、貨品和服務採購工作守則的簡介完畢 多謝各位